国评收获重庆冠军赛首个冠军 日本队全军覆没 陈梦再战 孙颖莎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重庆冠军赛的最新比赛情况 那么重庆冠军赛男女单打的半决赛 对阵已经是全部出炉了 其中男队的话呢 只有两人进入到了半决赛 而且这两名学员都要去对阵外战 悬念还是挺大的 女队的话呢 再次实现了对于半决赛的包揽 其实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两年半的时间 基本上中国女队五大主力全部出战的情况下 像类似于这种半决赛全部对包揽的情况 就非常的常见 本次今年的沙特大满贯比赛 早田希娜曾经是借助王满玉的出局 闯进过四强 成为了近两年半以来 第一个在五大主力围剿的情况下 杀进女单半决赛的选手 这一次的话呢 咱们的五大主力没有在马师前提 全部都打进到了八强的比赛当中 那么最终的话呢 这五大主力除了内战的陈信彤 输给王满玉之外 剩下的四人打外战全部都晋级 王满玉与陈信彤的这场比赛也是八强比赛里边打的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 王满玉曾经一度取得了2比0的领先优势 但是陈信彤展现出了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 打内战的良好的状态 将比分打到了2比2 打进了决胜局 不过决胜局当中 王满玉还是更加的积极主动 上手得分的手段更多 最终是拿下了这局比赛 2023年陈信彤曾经两次将王满玉挡在半决赛的门槛之外 分别是这个世拼赛 以及去年年底的女子乒乓球世界杯 而且在这两场比赛当中 陈信彤状态大好 都是把王满玉给零封 所以这场比赛算是一场复仇之战 那陈信彤也是终结了自己连续对国拼主力球员的一个胜绩 从去年10月份在这个全国锦标赛击败陈翁 去年12月份在世界杯上击败了这个王满玉 然后在今年的话呢 又分别在大满关击败孙颖莎 在这个我们看到刚刚过去的太原常规赛决赛里边击败王毅迪 可以说是挨个赢了一遍啊 能够看得出来陈信彤其实在今年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剩下的三场外战说实话都是比较轻松的 王毅迪是3比1击败了韩国的申育斌 尽管是韩国对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 但申育斌的水平明显和他的排名是完全不相符的 他只是因为参赛比较多积分比较多 所以说排名比较靠前 而且王毅迪很少输给韩国选手 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 而张本美和运气真的是非常差呀 今年连续第三次遭遇到了陈梦 他还是打不过陈梦 最终也是1比3输球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局的比赛 他12比10赢下一局算是比较不错的表现 而在日本头号球星早田希娜 面对中国头号球星孙颖莎的对抗当中 也是以孙颖莎3比0的横扫晋级 这样的话呢 日本队的女子选手已经全部倒在了八强的阵容当中 而男单当中唯一一个打进八强的张本志和 也被樊振东给淘汰出局 所以说日本选手没有在任何一个项目上 打进这个半决赛 这也是2024年以来 日本选手参加各项赛事以来的最差战绩 那中国队也提前收获了本次冠军赛的女单冠军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删备点赞 订阅 转发 地韬 距点赞 转发 地币 线赞 转发 地下 Nike 转发 地线赞 转发 地下歌 地下 转发 地下 转发 地下纱 manuscript 币 转发 地下与 转发 地下 地下纱 转发 地下纱军蒙优 转发 地下纱焰匙众 9 转发 地下纱红岁东 转发 地下纱和硬发 地下纱红币 转发 地下纱红兰匙众 转发 地下